就這樣 喂 莫斯莫斯,跟女生約會時做什麼超寇婚的 後悔 還好這個 趴車居尼今天有在 可不可以跟我形容你最糟糕的 Blind date experience 其實蠻多糟糕的 長輩們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還好 但是就是他從頭到尾都不講話 他都沒有想要給我感覺 他想要讓我認識他 然後長輩就說你知道他多有錢嗎 你知道他多風趣嗎 然後他從頭到尾都沒講話 我就想說他哪裡風趣啊 然後我就覺得在那裡如作針灘 你會不會吃針灘嗎 不是 沒有啊 出去約會應該是男生付錢 還是各付各的 我覺得這可能鏡頭前面有很多男生 女生有不一樣的答案 但通常我不會覺得我一定要讓對方付錢 因為我覺得沒道理 人家要白白請你吃這一餐 那但如果男生願意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是的行為 或是他覺得我在追求你也好 或是我想要認真的跟你交一個朋友 情形式課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覺得 他他怎樣他怎樣 但我覺得啊 勾大球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男生就是 太計較 十塊五塊 一百六十四塊 他可以算到那兩塊錢都算進去 那這種我就會真的就是 直接給他兩百 我就會講說 兩個獎勾還給你 我覺得如果你去約會 女生一直要男生付錢的話 就代表沒有人交過你 那我覺得男生從來不付錢的話 也代表沒有人交過你 一個男生如果罵髒話 但是很帥 可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沒有不能接受 但是他如果知道自己是誰 他就知道在不對的場合 故意應該說那些話 出去約會 你看到男生 寧可他是 口臭 還是 眼睛鼻毛 我覺得鼻毛可能還OK 因為 我有點近視 借一下就好了 是我現在的男朋友 也是我出去 他說 他就說你鼻毛有點肉粗 你說我 但他沒有離開我 他就幫我買了鼻毛剪 去現場就幫你剪 沒有他就說 我鼻毛送你一個禮物 就是鼻毛剪 其實當下我有點覺得 我應該說他很貼心 你們要拿回來 哄他 那如果在約會的當中 男生一直在聊他的前女友 你會怎麼反應 那你就回去找他 趕快打給他好不好 不要再浪費我們的時間 我覺得他可以講說 我交過幾個女朋友這樣 可是如果他講得很仔細 他喜歡什麼 關我什麼事啊 有這樣嗎 我們曾經去哪裡 到底關我什麼事啊 有什麼事情 去約會的時候 對女生來講 如果男生做過是這樣的話 是超級恐怖的 我覺得男生啊 有時候就是太自我中心 然後不想要做一些不紳士的事情 或下雨啊 然後明明女生男生有落差高 當然如果女生比較高 就換他撐傘 可是有的男生就是不願意幫女生撐傘 所以女生就要這樣拿高高的幫 就是兩個人撐傘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這樣是蠻不紳士的行為 所以男生在約會的時候 女生會看中 這個男生到底是不是 一個 gentleman 是不是紳士 對 因為其實這中間會看得出來 這個男生是不是會去 honor 你 會去照顧你 或去想到你的立場 還是就是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那每個女生會對紳士的定義 有點不太遠 我覺得會耶 不見得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套的標準行為 或是標準做法 但是我覺得男生有時候 不想要做這些紳士的行為 是因為 我有聽過一些男生就是說 如果我為他做這個 為他做這個 是不是他就會把我當工具人 他會不會就覺得我很好利用 很好使用 所以很多男生就會想說 我做一些紳士行為 譬如開車門啊 拉椅子啊 或是幫他預備一些東西啊 會不會以後他就吃定我了 對 就如果這些女生真的把你當工具人 你也會發現 只是我覺得男生 如果紳士的行為 其實不是為了那個女生 有時候是為你自己 是表達你自己是誰 對 對 你是誰 你是更有能力的人 你是能夠保護人的人 沒錯 你是可以尊重人的人 而不是說 我為他做什麼 不要一直計較這個付出 而是看見你是誰 That's why 你有多一點的能力可以做這件事 我以前國中高中的時候 都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我是住在男生的學校裡面 都是男生 都是住男校 男生在一起 絕對不會有好事情發生 男生在一起 不會突然間就變得很紳士 所以男生在一起 以前對交往跟女生的互動 都沒有一個 一個 a good picture of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like 我剛在大學一年級 認識Peggy的時候 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 在shopping mall 然後我開了大門 我先走出去 那我走了出去之後 我就手就放開 然後Peggy就講 他就說 Peter You have to hold the door for a lady 你要為女生開著 我嫩住我說 Why 你有手有腳 為什麼需要我 你是心裡想 還是你就回他 我是真的回他 當下我是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你需要我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你是殘障人士啊 或什麼 或者是你兩隻手拿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發現到 其實很多的時候 你在為一個人做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如果真的需要什麼 你為他做 當然是表達他的需要 但是當你不需要做一件事情 而你願意去做的時候 這是要表達你這個的是什麼 這是真的 我覺得同理可證 譬如說 如果女生不喜歡打籃球 但是他今天為了 為他的男朋友 陪他去看球賽 那他也會覺得被服務 沒錯 所以就不需要是 不是被限制 或是被規定 可是聲勢絕對會加分 第二名很有趣 因為其實 為了這一集 我有去問一下我身邊的女生朋友 OK 對然後呢 到第二個 第二個扣分的點的時候 大家就有一些 就是投票 就是 到底小氣比較扣分 還是媽寶比較扣分 我覺得應該是 媽寶比較扣分 對 媽寶已經是 譬如他都已經成年了啦 或者是甚至可能 三四十歲 可能我問你說 我們 週日要不要幹嘛 我問一下我媽 或是 是要帶媽媽去嗎 買個什麼東西 對 或是說我們要不要 晚上去吃個好了 我問一下我媽好了 這可能什麼都問媽媽 是一種媽寶 還有一種是我朋友 他已經大概就是 三十多歲 但他先生呢 也差不多也是這個年紀 但到這個年紀 他還說我的電話費 我媽還沒幫我繳 No way 如果你問一個女生 好男人的定義啊 第一名絕對是負責任 OK 可是如果你 負責任 對 那你什麼都要問媽媽 什麼都要問媽媽 什麼事情都要媽媽來做 就會讓這個女生覺得 哦 你沒有辦法對你自己負責任 對 所以反過來想就是 如果我們女生很希望 另外一半是有責任感的 是有肩膀的 他這樣的行為 其實是讓我覺得 哦 他不能倚靠 而且其實在聖經裡面有講到 在創世紀也有講說 兩人要合為一體 然後離開父母 那就是說 如果你跟這個人要繼續走到婚姻 或是走到長久的話 勢必你需要是跟這個人合為一體 然後離開父母 所以不只是創世紀講到 馬克福音馬太福音 以弗所書裡面 都再度提到這節經文 對 所以代表說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必須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第一個是 不Gentlemen 不紳士 第二個是媽寶 第三個就是最重要的 最受不了 最受不了的 就是驕傲然後吹捧自己 這個真的是 所有女生不管是第一次見面 還是結婚很久都受不了 就是一直想要表現 一直想要吹捧自己 有多麼多麼厲害 就在約會的時候一直講自己 Yeah and 好像就是 毫無缺點什麼事情都很糟 就是 割罪會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一次 我媽媽幫我安排一個相親 我快發瘋 他整個三個小時 他都在跟我分析股票 我就說我對這個一竅不動 他就說 我跟你講有股票達人 真的很多台上的老師都沒有我厲害 然後就去講這個股票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那個紡織 我就想說 為什麼還要打扮那麼漂亮穿高跟鞋去 結果就 蛤 你在那邊上股票課 可是我覺得 男生會有這樣的心態是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男生都希望在他喜歡的女生面前 看起來像是一個超人 對 and 想要被肯定 被肯定 你這次男生都有的一個需要嗎 我也是 這是沒問題的 對啊 但是 你不可能一輩子跟任何人走下去 都一直表現在很高巔峰 或是高表現 或是什麼都好 完全沒缺點嘛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女生也會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能夠在我面前 表現出你軟弱或脆弱的那一面 代表你信任我 也會讓我可以相信你 我想鼓勵所有男生就是 你不要害怕 跟女生表達 你有時候沒有 有些部分沒有做得很好 It's ok 因為 如果你的對象 譬如說你眼前的女生 只能接受你所有的好條件 那你也要想這個女生是不是 你真的要跟他走下去一輩子 對 所以如果這個兩個人相處 男生女生都一樣 你們可以分享很棒的事情 可是也可以看 讓彼此看見自己的缺點 哪裡不足 所以我覺得很酷 就是神其實有說 他其實賜福給謙卑的人 但是他阻擋驕傲的人 所以所謂的驕傲 是神會整個關一道門阻擋你 所以誰不想我們的關係 是備受祝福的 所以如果謙卑自己 願意把自己的更敞開的 在另外一半面前打開 就是讓大家展現出來 我覺得 反而會讓你的關係是更紮實的 而且我覺得有些的優點 最好讓人家知道的方式 不是你告訴人家 而是讓那個人慢慢的去發展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我有時候認識 有一些的朋友 覺得他們有很多很好優點 是我認識他們很多年下來 慢慢的看到這個優點 那這優點都不是他們一開始跟我講 也不是在炫耀 那當我去發覺 哇 這個人還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對我們的關係是非常加快 對 就好像電影預告片 如果你把所有的笑點跟爆點 都在預告片看完 你再去看電影 你真的知道中間你就想離場 覺得都爆雷 都爆完了 對 沒錯 那你是慢慢發覺 就好像一本好書 慢慢慢慢看 越來越精彩 沒錯 沒錯 所有的男生 如果你在觀看完 記得不要驕傲 You might be awesome I know you're awesome 但是 let her discover herself 跟她自己來發解 第二是不要當媽寶 OK 真的不要當媽寶 不要一直說我媽媽說 我要問我媽媽 OK 如果真的要的話 在同樣的節目上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第三是什麼 身世 對 身世很重要 要做一個 gentleman 身世不是只是因為他的要求 而是你要自己決定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男子 對 那如果你問你的男朋友 媽媽跟母親掉到海裡面 要先救誰 然後他回答是救媽媽 你該怎麼辦 媽媽跟母親 還是媽媽跟女朋友 我剛剛說是媽媽跟什麼 母親 一樣的事情 我超麻煩的 男的朋友們 如果今天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你可以按讚 讓我們知道 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你的心得是什麼 再來我相信 你可能有一些的朋友 很需要看到這個影片 所以可以把這個影片 分享給你那個 需要的朋友 讓我們一起為我們朋友 繼續的服務 最後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這樣子每次新的影片出來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好嗎 我see you next time 我們下次見